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家新闻我是张祈腾 国际服人社成立了习食台湾行动协会 位于板桥的习食厨房每天需要蔬果食材制作便当 送给独居长辈食用 而这几天天气冷蔬果跟着涨价也影响到捐赠的数量 板桥的里长们赶念习食厨房为独居长辈的付出 也引荐了在地蔬果商送来当季果菜 加入了习食厨房自餐的行列形成爱的循环 最近蔬果受到天气冷的关系价格不断上涨 国际服人社成立习食台湾行动协会 板桥的习食厨房也受到影响 捐赠量出现不足情况 但习食便当不能因为食材短缺关系而断吹 而在去年9月份开始板桥地区送餐独老的扇行 除了让议员里长赶念在心之外 并领见输果行业者提供果菜加入扇行行列 在我们周边有个大家来习葡 那洪董也是非常有善心的东西 他就马上来他要支援 所以我们就这一次我们就专程的送一些 习葡来给人一起餐厅 没有什么东西能帮忙 蔬菜水果是我的专行 所以我能回归社会 一人帮我能回归社会我很高兴 习食厨房以环保概念珍惜食物 来自各界捐赠NG书果不浪费 制作成洗食便当 关怀双北独居长辈 而每天制作超过上百的便当 需要外界支援食材 从里长赶念洗食厨房 引进业者提供支援 相信爱的循环已形成 让关爱的力量更强大 经过这几个月开始跟里长合作 表现我们的善心 所以里长真的让我们感动 而且他们主动 邀集他们的一些好朋友 可以来送一些食材 就是一个善的刑犯 让我们周遭的社区 怎么样感受到 台湾人就是这么有爱心 然后一起来做公民的活动 很多贵权来提供出来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联用 集中起来 台湾什么是好的所在 就是真的会开心的 我们不是只有笑的 笑话 要笑这个台湾的福度 一份领环保息食 再加上集合各界力量制成的 食食便当 除了人力制作送餐之外 还有食材的物质需求 才能让这份爱的便当 远远不断 温饱双北的独居长辈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学期末最后一天上学日 板桥爱心慈善会 为辖区内的国小 弱势学童准备爱心兑换券 让他们能够兑换生活物资 爱心慈善会表示 过去都是让学童们提着物资回家 今年则改为提货券 方便学童到店取货 桌子上摆满生活必须物资 由新北市板桥爱心慈善会所准备 101年开始进行学期末 送给弱势学童 9年来聚集会员们的爱心 每年约目帮助板桥地区 十所国中校 而今年关怀弱势学童的行动 不受疫情影响 持续进行 但改以提货券的方式进行 让他们到店家取货 这么年我们其实都是送物资 那有时候看小朋友提大包小包回去 都觉得小朋友还蛮辛苦的 那我今天就想说 如果我们今年改用提货券的方式的话 帮小朋友挑一些健康的食物 让他们过年可以享用 或是爸爸妈妈如果在上班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可以享用的话 这样是不是就减轻小朋友 跟家长一点负担 于是就找了一个 在地的一个企业 就全年来合作 大家目前反应效果都还不错了 希望未来可以再继续的合作下去 也谢谢全年公司这次 有特别加上我们卫生纸 还有帮忙制作礼券 真的很感恩 一份提货券金额是500元 池上会依据学校提供人数 将提货券送到学校 再由校方统一发送给孩子 这一份礼物能够让他们感受到 板桥在地社团的关怀 很感恩每年都来帮助这些 需要协助的孩子 然后还有大姐们 所以其实我相信孩子收到的那一瞬间 一定非常的温暖 像去年还自己去买了被子 对啊 那我觉得很少看到说 这个愿意协助孩子的单位 有这么用心 然后会长还自己去买 然后拎着过来这样子 那今年又看到一堆 家里很实用的这个家用品 我觉得孩子一定感受到 会长跟这个会的大姐们的温暖 板桥爱心慈善会表示 弱势孩子无法选择家庭 因此外界的关怀 对他们来说更为重要 而已经进行九年的善心活动 期望在会友的认同下 持续办理 为弱势学童带来一份凝结礼物 记者李立如新北报导 迎接农历年 新北市长侯友宜 关怀福利机构 安排访试永和中心 公共托育中心 及托老中心 一路门托育中心的幼儿高唱新年歌 萌样让市长直说好可爱 还送上了大红包 作为春节加菜金 带新衣 带新帽 放鞭炮 拿红包 幼儿穿上传统新衣带新帽 萌萌样唱着新年快乐 带了歌曲 逗得新北市长侯友宜好开心 直呼小朋友太可爱了 过农历年前 侯友宜安排 关怀福利机构行程 访试永和中心 公共托育中心 及永和中心 公共托老中心 一进门 就是幼儿新年唱跳秀 融化大家的心 侯友宜表示 这几天天气冷 在过年前访试托老托幼中心 除了提醒做好保暖之外 也陪着老人家打健身球 做运动 直呼要配合旋律打 不简单 他还是致辞 祝福老人家 拜个早年 而长辈们回应市长致辞 愉快的心情 都能感受到 过得生活如何 开心吗 开心 开心的 天天开心 开心 天天快乐 天天快乐 还这么变 这是正学的 有没有吃得好 穿得软 有啊 穿得少不动手 你穿得比我还少 我穿得比你还多 你看 你看我那个食品长 穿得比你少 老人家来到托老中心 好快乐 动静态课程都有 侯友宜跟着一起玩乐 感受他们的丰富活动 并且一一送上苹果栏 象征平平安安 另外还有年节加菜金 祝福大家快乐迎接 牛年到来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根据统计 到民国150年 全国失智症人口数 可能超过百万 预防失智症发生 新北市议员张志豪 与新北市在地业者合作 引进了适合老人家 玩的数位科技游戏 再透过数据分析个人情况 提早预防失智症发生 也希望在相关单位能够评估后 推广到新北市的关怀据点 双人PK打地鼠开始了 到底谁输谁赢 感觉双方激战中 其实这台大人版打地鼠 称为Misoda乐活认知训练机 以机台训练手眼协调能力 增加肌肉量和四肢延展活动能力 新北市医员张志豪表示 先看到桃园市长郑文燦玩这台机器 可预防及延缓失智 联络厂商先引进连城里 给长辈们试玩 一个人可以玩 最多四个人一起玩 类似打地鼠的乐活认知训练机 还有其他人 机组统称为LTPA智慧认知训练方案 张志豪强调 除了好玩之外 主要是每个长辈 透过玩游戏的背后 都有产生数据记录 而这些大数据 即能分析个人情况 提早预防失智症发生 另外张志豪邀请社会局 及卫生局等单位 到场实际体验 计划引进各个关怀据点 让市民朋友远离失智危机 那AI的智慧的引入 它有很多的大数据可以分析 那大数据分析之下 它可以来判断 你是不是已经进入到失智的 或者这个未来可能会失冷的 这个状态 可以提早来因因预防 预防发展时缓的 或者是失智的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那我们觉得这个是非常好 因为让很多长辈寓教愉乐 在这边玩游戏 玩得很开心 这样子也吃饭吃多一点 对不对 失能嘛 我们不要失能 对不对 我们要很健康的活到老 那我们不要失智 那我们不要怎样子 还有失去 其实我们到 不管我们的年纪到什么地方 我们都要好朋友 我们都要有人际关系的互动 所以就要走出来 要在参加上 今天 志豪议员 扮得这样子 以智慧科技做出来的游戏机台 类似运动版的switch 老人家来到关怀据点 有伴一起玩不亦乐乎 张志豪表示 将争取预算以租借的方式 巡回各个银法俱乐部或是关怀据点 以这些设计让长辈有活化大脑和肌肉活动 记录上传云端再收集大数据来作为预防失质的提醒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新美市各个水沟几乎都成了引军子水手丢弃烟地的燕灰缸 新美市土城区比林里里长蔡志豪 为了避免烟地丢入水沟 协同志工在水沟盖下装了沙瓦 每个月固定清理一次 而倒出来的数量超惊人 形同大型燕灰缸 水沟盖拿起来 数以百计的烟地从沙瓦中纷纷掉了出来 要问最大的烟灰缸在哪里 各个街头的水沟都是引军子的烟灰缸 土城区比林里里长蔡志豪指出 引军子乱丢烟地真的劝阻无效 尤其店家前的水沟就是有民众水手将烟地丢入其中 为了避免发臭和好清理 只好在水沟下加装沙瓦 杜绝烟地掉入水沟内 每一次一清理 就会出现无数个烟地令人无奈的壮观画面 架设在里面的应该有30处以上的水沟上有架设白铁网 那我们一个月会来就是分地方来收集 如果说累积起来应该是可以收集好几公斤的烟地 所以说引军子它烟地随便烂掉 造成我们一定比较麻烦 清理一定是比较麻烦 蔡志宏里长表示要提醒抽烟民众不要水手乱丢烟地 在路口或是店面附近都装上了环保烟灰缸 但效用不大 乱丢烟地尤其往水沟里丢就是改不了的坏习惯 里长还是只能和环保志工为水沟盖加装沙瓦 引军子没办法说制止他们到处乱丢 这样的方法至少不会让水沟里面发出二臭 我觉得在那里这样的方法上好 铺了一层白铁的沙王 拦截燕蒂 那这样子我们在清理的时候比较好清理 也不会说让燕蒂掉到水沟去 那在电感的地方我们会架设燕蒂桶 叫大家滚头卖软丹 燕蒂不乱丢相信已经是宣导数年的环境保护政策 只是宣导归宣导 现实层面抽烟民众就是缺少了功德心 蔡志宏里长只好带领志工用自己的方法维护社区清洁 也盼引军子能够看见他们的用心 多一个动作把烟蒂丢到垃圾桶 别再往水沟里丢了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追着火车跑的新北市铁道马拉松接力赛 今年预计4月18号开跑 新北市官吕局举办记者会号召跑届高手 赶快来报名和跑友们一起追山追海 但会不会受到疫情的影响 得带着口罩跑呢 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 以防疫为优先 滚动式检讨 去年因疫情延期到12月的铁道马 今年抢先定在4月18号举办 追着火车跑的铁道马记者会 宣布今年会有神秘队友组合 铁道马是七人组合接力赛 包括路跑界达人后腾友室 Tomo-san 超马三太子等人 一起来帮忙助攻 将会是今年赛事最让人期待的惊喜 好哟 很多个字 是我们的客家看过来 不知道是DOG还是D 没关系你赶快在Facebook底下留言 所以就是跟我们这个有声快伴 赛道上显灵的三太子来合作 就是我们的客家看过来DOG 神秘队友的帮忙助攻 那媒体也好奇 洪友宜市长有没有机会成为神秘队友 和跑友参加铁道马呢 追山追海 追着市长一起跑呢 我非常有可能 我一直想去追火车 追了六年都没有追到 这是我非常大的遗憾 那去年疫情的关系 我更忙 所以没有时间参拟 我希望今年如果疫情能够舒缓 我有机会的话 我就很想去参加 这样一个团结力量大 友谊永全的好运动 铁道马广受称赞 但去年因新冠肺炎疫情延后举办 今年是否会再受疫情影响 得戴上口罩参赛跑全程 侯友谊强调一切以疫情为优先 若疫情舒缓就照办 若有特殊情况就延期 绝对以防疫为优先 滚动式检讨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及YT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96.9 轻松电台联合自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张祈腾 祝您一切平安 再会 大家好 我是基关秀 红衣书丹湾青 红衣基甘